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是10号 北约正在美国开会 整个北约成员国加上了今天的韩国跟日本 菲律宾有没有去 我们不清楚 但是呢 应该讲我们通常讲的第一岛链 日本 韩国 台湾 菲律宾 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是这些 第一岛链是针对中共而设立的 主要是在远东地区 来整个封杀封堵 在中共国的第一前线 面对面的 作为一种战略部署 来把中共国作为对世界最大威胁的政权 你只能叫中共国 我觉得叫别的是不对的 因为它的原因就是国家是个非法的 联合国认可的国家非法的政权 这是一个 联合国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他的信誉 可以这么讲 联合国真正明白的人 他没有任何信誉 里面出现了太多的以联合国的名义的欺诈 不公 甚至以法律名义的某种东西 而联合国自己的员工 在所谓援助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很多丑闻 跟钱有关系 跟男女乱七八糟有关系 而他们的行为超越了一般人的行为 超越了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故事 这是真实的故事 当一旦发生这种故事的时候 联合国的某些官员总是把责任推给个别人 那放你 这胡说八道 对不对 你这个机构体制是这样 那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永远是个人的 那习近平是个人的 还是主席的 对不对 你代表你家的 还是代表你个人的 就这个东西 当把责任永远推给个人 帮把功劳永远归为集体的时候 这个人是邪恶的 相当邪恶的 这个世界上任何集体的都没有完美的 而每一个个人的存在是与天地同在 它是神性的 而集体的是利益的 包括国家 国家远远迅速于民族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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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今天的中国土地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 该不该给要回来 胡说八道 我猜 信仰那就更不用说了 没错吧 什么色都有 信天主教的 那肤色就更不得了 但是现在肤色出个麻烦 乱色了 对吧 蠢色的不多他找不着了 对吧 比那藏膏都难找 藏膏你能知道上哪找蠢色的 蠢种的 这色 你不知道上哪找蠢色的了 这是人的道德的败落 这是真正道德的败落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今天北约开会 它的方向是针对中共 其实它的表面 当然乌克兰的也去了 它的表面是乌克兰 要北约发誓要支持乌克兰 消灭俄罗斯 可以这么讲 支持乌克兰 消灭俄罗斯 但是韩国也去了 日本也去了 所以北约的概念 已经从真正北约的故事 延伸到今天的东亚地区 也就是说从英国远到美国 一直延伸 那是大西洋 对不对 一直延伸 对不对 经过印度洋 过了马里亚海峡 往上包围 一直包围到今天的日本的北边 俄罗斯的东边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整个从大西洋途经印度洋 然后再转到太平洋作为主线 美国人在太平洋跟大西洋 同时开辟两个战场 把今天的中共国 朝鲜 俄罗斯和伊朗 以陆路为中心的形成大包围圈 这是北约的这一次峰会的拓展的根本 那围剿以中共为中心的 人类的 人类的叫什么 人类民运共同体 轴心国 轴心国是带有贬义的 是恶的 是恶的 所以这是一个它的中心所在 在它的中心所在的背景之下 在美国有一个叫2025project 2025项目 2025项目是由前任美国的 就是川普期间的一些政府官员 他们在一个财富基金 就是一个保守派基金的支持下 那有钱呢 就有人给他们大笔的钱 他们做出了长达900页的报告 这900页的报告 那就像高级评论员坐在家里头 在找数据 说我出了一个观点 然后要把数据资料合在一起 如何支撑我的观点 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大转移 而这种战略性的转移 就是美国在2025年 要把中共作为美国国家的 唯一的战略敌人 但2025project不被川普接受 川普就提出一议 说有些东西我不知道 这个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我有我的概念 我有我的认知 那都是他们别人搞的 我不知道谁搞的 这跟美国大选有关 原因就是 今天的美国大选的现状 比较乱象 谁也说不好 谁能赢谁能输 说不好 所以美国大选的新闻 在7月1号 最高法院说 川普拥有官方拥有行政豁免权 哗就骤然而变 天下大变了 这未来的五个月 美国大选会怎么样 已经不知道了 然后川普的对立的一方 就改成了要换人 对不对 他们之间内部在讨论 他们未来的方向 所以实际美国新闻就 就一下就 不知道该说啥了 没了 没了 美国新闻突然就没了 因为他往下走 没有一种新闻 所特有的特质的品质的东西 他不是爆发的 他不是激烈的 他不是争论的 他他他他他 这就不是新闻 对吧 这是一个每天早上喝早茶 就就就变成这个 喝早茶 谁也不看 顶多说那边那个包子不错 那边饺子不错 对不对 就改成这个了 那结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的新闻当中 就出现了 Project 2025 而这个东西呢 是在需要获得权力之后 才能够表述 所以川普基本上 没有否定 没有肯定 他只是说自己没有参与 是应该跟美国大选有关 但在美国的保守派的势力当中 在美国的政府当中 美国议长 就明确表达了他的态度 而他的态度 就很像那个Project 2025 就是在美国相当的一个 主流思想的概念中 2025中共国 是美国的唯一的最大的 最致命的战略对手 战略敌人 那他在欧洲的政策 就会出现一些改变 但他而他的战略政策的转移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这是一种 就是有天象 有人动 有这么一种对比方式 他在演讲当中 他这是在星期一的 一份演讲当中的公开的声明 作为美国议长 欢迎北约成员国的领袖们 来到华盛顿DC 他作为一种真诚的 真实的表态 美国议长在美国政府中排行第三 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 美国议长 美国总统 副总统出状况的时候 议长就是总统 跟大家分享这段他的演讲 美国总统出状况 美国总统出状况 in their various efforts to cut off our trade routes and steal our technology and harm our troops and upend our economy but because at this moment China pose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global peace Congress must keep our focus on countering China with every tool at our disposal in the short time in the short time remaining in this Congress we're busy at this already the House the House will be voting on a series of bills to empowe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to hit our enemies' economies on day one we will build our sanctions package punish the Chinese military firms that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Russia and Iran and we'll consider options to restrict outbound investments in China we're working on these legislation to move this fall to that very thing we will vote on the Biosecure Act which will halt federal contracts with biotech companies that are beholden to adversaries and endanger Americans' healthcare debt we'll rein in the de minimis privilege for any good subject to Section 301 trade enforcement tariffs and that will help stymie China's attempts to exploit American trade our goal is to have a significant package of China-related legislation signed into law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n this Congress featuring these priorities and many more and will work aggressively toward that package 所以这就是 他的这段讲话 是美国之音 把它翻译成中文 底下有中文的字幕 那这件事情 就变得比较 就是比较 代表美国 议会的一种态度 那美国议会态度呢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美国是个立法机构 所以他就讲述了 到今年年底 美国这一届议会 将会出现大规模的 就是相当程度的立法 而这个立法本身 完全是针对中共国 里面他讲述的 关键的原因就是 中共国是整个 邪恶轴心国的核心所在 这是他的立足 这个立足 对今天的中共国来讲 对今天的习近平而言 达到了他的目的 因为这是美国议长 对中共国拒绝 就是对抗美国 拒绝美国的一个平等性的答复 拒绝民主 拒绝人的正常生活的一个平整答复 那这段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内容 这是法广把他内容呢 作为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讲述 里面就明确讲说 他很认同 就是他很认同 川普的政策 针对中共国的态度 那中共国的 而所有中共国的 每天早晨 醒来之后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取代美国 战胜美国 取代美国 这是今天 美国议长 对中共国的定位 所以在美国的 外交对外政策中 以对华政策作为首要 对待中共 所有的时候 所有的政策 就要围绕着 中共是现实 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者 国会集中一切精力 采用所有手段 对付中共国 而主要的概念就是立法 里面特别提到 国会将禁止联邦政府 跟中共国的 生物技术公司 签署任何合同的 生物安全法案 那这个概念呢 就是中共病毒产生的概念 对不对 是引发而出来的 所以防止中共病毒的 再次爆发 他也提到说 中共威胁专案组的专员 这个国会的 委员会的专员 这里面就证明了 在今年四月份 美国国会 中国议案的 专题的小组的主席 他是加州的议员 突然辞职了 他辞职是在他提出 制裁抖音之后 法案之后辞职的 所以议长就证明 那个人的辞职 来自于中共的压力 这句话讲述得很清楚 那这个委员会 是去年初成立的 主要是向国会提供有关 中共国对美国的威胁相关内容 那华尔街日报高度赞扬了 这个议长的讲话 那在高度赞扬议长讲话 明确讲说 约翰逊 华尔逊 议长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以这样的高度的方式 来表示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解读成 这是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 非常定位的 高度定位的一个选择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扬